这是旧金山市区北面的海湾 这也就是湾区是吧 海湾地区 远处都是这种游艇游船 咱们在这块休闲 这边有海鸥从这飞过来 中间的尖塔是旧金山的港口大厦 然后这个尖塔是泛美金字塔在太阳下边 它们游船都在远处 前边是湾区大桥 这边过了一个游轮 这个游轮走的特别慢 据说这边从旧金山市区港口大厦 坐船可以刷公交卡 就像一种公交轮船一样 可以去对面的岛 这边景色很漂亮 他们在准备钓鱼 好像是 这边是海鸥 这个海鸥是灰色的 这个游船写着 San Francisco Bay Ferry 圣弗兰西兹克海湾 渡轮 来旧金山差不多两年 还没坐船呢 经常忘记这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他们往海里抛了一个 那种圆形的渔网 估计是在这捞螃蟹 这远处的湾区大桥 是吧 到了晚上它会有灯光 特别漂亮 又有一个渡轮向对面驶过去了 这是一艘旧船 很旧的一个铁船 1448号 这是旧金山市区的楼 这个区域是旧金山的金融区 这个最高这个就是旧金山渡口大厦 这个船是铁船 空壳铁船 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塔架 像一个吊车一样 很高很高的地方 悬挂着 这两只海鸥 两只深色的海鸥 这隔鱼在钓鱼 远处的游艇 又过来了 往这边来呢 游艇 他们刚才是 往海里扔了 这个圆形的 这种叫龙网吧 像笼子一样的网 后来它又转上来了 重新换一个地方扔好像 主要是抓螃蟹吧 远处的游轮 这边的海鸥 这边的海鸥 带热木鸡啊 这个海鸥 两只灰色的海鸥 他们的脚跟鸭子一样 也是带带谱吧 那叫带什么呀 就像扇子一样 这边处过来几个游轮 或者游艇 天上有个飞机 所以这边生活 应该是挺休闲 人们坐游艇 在海湾这边玩啊 在这旅游放松 这两个老外在这儿 准备捞螃蟹 准备捞螃蟹 他们拿了一个鸡腿 绑在这个框里 就是在这个网的中间 它就像一个梯形的 这么一个网 就是筛子一样啊 它中间有个网龙 放一只鸡腿 估计他们把它放在海水里之后呢 有鱼就吃这个鸡腿 然后他们一手网 就把这些鱼都抓上来了 几点了 现在在报时 就是旧金山港口大厦这个钟 在这报时 六点 晚上六点 有一个邮轮到了 有个邮轮到岸了 有个邮轮到岸了 在这儿 随着船的起伏 在这儿站着纹丝不动 他们打算把它扔到海里 中间也放了一只鸡腿 那边的游船 他们已经到岸了 那边到岸了 刚才那个黑衣服的说用右手 用右手 然后这样往里甩 不要让他踩绳子上 不要踩绳子上 这边又有一个邮轮 又开始走了 所以经常到海边来放松一下 挺好啊 看看大海 看看这边的海鸥 看看游船 看人们在这抓螃蟹 再看着海边这些人们觉得都挺好 哇这个很近 还是San Francisco Bay Ferry 圣弗兰西兹克海湾渡船渡轮 这个可能是去对面的岛吗 这个大家在这等着收网的 一会儿 过一会儿把它拉上了 估计里面就有螃蟹啊 或者鱼什么的 这个渡轮在冒黑烟 难道是烧柴油的 这边这个渡轮要走吧 这个渡轮要出发好像是 这个渡轮要出发 刚才有一个到这儿的 刚才有一个到这儿的 这个挺大的这个游船 Dell Nauti Dell Nauti好像是西班牙语 这个黑衣服的人在抽烟 抽那种电子烟 那种液体烟好像是 喷雾呢在那 这种大的游轮它像一个小楼房一样 分成几层 真的很漂亮 这几只海鸥这挺好啊 这海鸥肯定不得血压高 它们肯定没有那么大压力是吧 哈哈哈哈 这个船上好像有解说员在解说 这是人们在这海边 这个木凳上坐着 其实这是一个木的块 木的条那种的 就在这坐着当椅子坐着 然后这边是刚才他们扔下去的 这种网框 扔到海里了 在那守株待兔 等着那些螃蟹或者鱼上网 进到网里面 哎呀这个海鸥山蓝腰呢 这其实是海水 这边看不到金门大桥 那边都是云雾那边 远远的可能是 但是镜头里肯定看不见 镜头里边 金门大桥是在西边 然后弯曲大桥是在东边 啊一条大鱼刚才 看看看 这是海海狮好像是 好像是个海狮 又又抢到水里去了 刚才上来换气来了 所以这里还真有大家伙 所以这里还真有大家伙 这边的游船 下边都已经长了苔藓了 长绿色的苔藓了 已经生锈的这个游船 也没有刷了 也没有刷防袖漆 有防袖漆 但是它防袖漆已经脱落了 已经生锈了 估计这个船可能要慢慢报废了 还有 那这个海狗还在摆造型呢 这个就是他们捞鱼的设备 用这样的网 用这样的网 这样的网是 在中间的位置呢 有一个框 可以放鸡腿 然后呢把它 是铁圈 焊的这样的 沙网 然后这个大理是鸡腿 这个大理 各个鸡腿 然后这是一个 叫保温箱吧 里边是放鱼 或者放螃蟹的 然后这个是钓鱼竿 他们一边捞鱼一边钓鱼 所以老外这边 他们的生活安排的也挺休闲 是吧 这边是 这边 这一排飞的什么鸟这是 这种飞的特别整齐的 不知什么鸟 是大雁吗 这种 镜头里看不见 看 特别整齐大雁 真漂亮 但是镜头里看不见 镜头里看不见 镜头里 这个手机像素可能不行 这可能看到了 这个看到了 对对对 大雁他们特别整齐飞的 是吧 真的是很整齐 完全是站成一条线在飞 完全是站成一条线在飞 这个游船又到岸了 这个游船 这就是海边的这个景象 这边过吧 这边是景象 就是走一圈 它这边是这种木头的这种栏杆 这种好像已经年久失修了 不过这种倒也挺原生态这种的 就感觉是挺自然的吧 这种用原木做的 然后这边的凳子也用这种木头 大块的木头送木 这样巨成的这种四方的这种木料 当成凳子做 这是一个塔雕 这是一个 所以这就是旧金山这边海边 一会看看他们收网吗 看看收网能够收上来什么 收网得估计等一会儿 他们在这边有布设了两个网 他们布了好几个网 这两个老外看来真是 真要吃鱼啊 真要是抓鱼吃 他这个也是他 在这放了一个网 这个省深的下缘去了 然后这边也放了一个网 这个红色的 也是放了一个网 他们放了好几个网 放了五六个网吧 这样在这抓螃蟹或者抓鱼 这边是旧金山的金融区 是西洋西下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收网 想等一等他们收网看看能不能够捞上来螃蟹或者鱼什么的 估计地等好久 那个好像是个皮划艇吧 那个人在划船 镜头里可能看不太清楚 有一个人啊 他趴在上面在划船 对 他趴在上面在划船 平滑艇 对 哇 又过来一排大雁 啊 好漂亮 过来一排大雁 他的翅膀真的很大 翅膀 这个人趴在一条船上 然后用手在划水 他不会还遇到大鱼咬他吗 哈哈哈 这个人 这个人 趴在一块木头上在划 不会有鱼咬腿口吧 哈哈哈 咬他的手 这个人好厉害啊 这个人 他没有电视 他只是在划船上 和声音乐 这是什么 你听着我 哇 这个人感觉 这个人感觉 是 这个人感觉 对 这个人感觉 就是 这个人感觉 对 是 这个人感觉 是 这个人感觉 带着个帽子这个人 帽子向后戴着 然后光着脚趴在一个山板上 然后再往前滑 他是顺着水流往前走吧 但实际上这海里应该有特别大的鱼 有那种水蛇什么的吧 咬人的他不怕吗 这个很厉害这个人 很厉害 速度很快 这边他们又开始钓鱼了 开始钓鱼 对 这个人们开始钓鱼了 先是往里放了几个网 等他手都再透了之后开始钓鱼 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 过了一些大宴 哇塞 好漂亮 哇塞 好漂亮 哇塞 是大雁吗 还是什么鸟 那嘴那么大呀 好像不是大雁 是一种水鸟 特别长的嘴 特别长的嘴 好像不是大雁 是一种水鸟 巨嘴鸟那种的 吃鱼的那种 大嘴鸟 所以这海边真的很好 有时间经常到海边来感受一下 因为旧金山这边市区离海边很近的 好漂亮 哇塞 挺好挺好 哦 那个哥们划那么远去了 划得很远去了 划得弯曲大脚的另一侧去了 他最终要飘向哪里呢 真的很厉害 所以老外他们胆子比较大 一般华人就不敢 所以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他 一个小小的白影 再走 希望他平安抵达彼岸吧 嗯 好了 再见了 准备回去了 再见了 再见 啊 真的很漂亮 海边